有电影不行,欢我了欢歌 话说国外有个恐怖传说 在原始森林大树下撒尿 会招来怪物,当场丧兵 然而这个开直升机的男人不信邪 来到树下就是一阵叙叙 这当他舒服时 一个只剩半个脑袋的人冲出树林 死在了他面前 按道理讲,这哥们应该开着直升机逃跑 但这哥们不讲道理 拿出手枪走进森林 非要和怪物见个面 结果一低头发现地上有把手枪 这意味着手枪杀伤力不够 根本干不过怪物 男人心里很慌,想仨子逃跑 一转头怪物就在他身后 一耳八字送他投了摊 至此男人用小命证实了恐怖传说 八天后一只雇佣兵小队 登陆这个小岛前来营救亿万疯的女儿 雇佣兵分为两路 从不同方向进入森林搜查 队长射黄带队的雇佣兵 很快发现森林里躺满了尸体 每个尸体的造型很惨 伤口上充满了爪痕 队长发现尸体上的装备 和雇佣兵的装备一样 这让队长对这次任务产生了怀疑 正当队长搜查其他线索时 一个自称科学家的男人突然出现 男人将队长等人带到临时营地 并将岛上的事情说了出来 原来医院富翁在岛上建设了一家生物实验公司 进行基因实验 用来提升军人的体能 但实验发生了问题 导致克隆士兵基因突变 进化成了丧尸 队长等人一听瞬间傻眼 赶忙通知另一支小队 黑人雇佣兵遭到不明生物袭击 脸着地被拉出一公里 幸亏雇佣兵脸皮贼后才没受伤 黑人雇佣兵怒火攻心 脸色趋黑 一转头发现不明生物 竟然是两米高的肌肉丧尸 这一下雇佣兵吓得一脸惨白 双腿发软 不敢动弹 被丧尸摁在地上 脸上全是丧尸的哈拉子 正当他以为自己要咯屁时 队友出现一枪蹦了丧尸 两人迅速返回营地 却发现留守的队友 已经被其他丧尸杀掉 两人只能放弃营地 躲到悬崖边 不料丧尸闻着味再次出现 更可怕的是 这两个丧尸 竟然是这两个雇佣兵的克隆体 为了不杀自己的克隆体 雇佣兵决定交换丧尸目标 结果白人雇佣兵不给力 被黑人丧尸摁在地上疯狂摩擦 眼看就要被嘎 关键时刻 白人雇佣兵捡几枪 一枪崩了黑人丧尸 而在旁边 没有动 完美解决了战斗 这时通讯恢复 两人联系上了队长社会王 约定在营地会合 与此同时 另一个雇佣兵在森林深处 找到了亿万富翁的女儿 当即发出信号 让队长等人接应 这时一个克隆丧尸出现 开始和雇佣兵大战 雇佣兵一个滑铲 崩了丧尸 完美解决战斗 雇佣兵刚松一口气 亿万富翁的女儿 突然发生了变异 女人张着嘴 无法呼吸 吐出一口蓝色液体 身体不规则战斗 骨头发出断裂声音 眼球从棕色变成白色 身高长到两米 口中发出野兽嚎叫 扑向面前的雇佣兵 将雇佣兵摁倒在地 抠住雇佣兵双眼 送雇佣兵上了西天 这时队长 是黄赶来一枪蹦的女人 由于女人变成丧尸被杀 任务已经失败 队长立刻联系队友 开始撤退 但岛上的丧尸开始反攻 雇佣兵被丧尸包围 死伤惨重 队长只能带着女队友 和科学家来到海滨 并给其他队友 10分钟撤离时间 然而队友身陷重围 根本无法赶到 关键时刻 队长冲进森林 开始挨个寻找队友 此时黑人雇佣兵已经被杀 白人雇佣兵也在和丧尸肉搏 队长及时赶到 瞬间解决丧尸 要掩护队友撤退 队友发现自己身受重伤 根本无法奔跑 让队长离开 自己留下断后 与此同时 科学家为了逃命 杂晕女雇佣兵 启动快艇 开始逃跑 队长一看 科学家要卖队友 当即抓着树藤 跳下悬崖 顺利登上了快艇 这时科学家 因为感染丧尸病毒 也发生了变异 身高长到2米5 一身剑子肉 十分彪悍 队长眼看就要被杀 关键时刻 留下断后的队友 用最后一颗子弹 打穿科学家丧尸大脑 救下队长和女队友 而此时岛上 自毁系统启动 一阵剧烈爆炸后 小岛被轰平 而队长和女队友 顺利完成撤离 经过这次事件 队长世皇 退出雇佣兵组织 躲在一个小镇上 和女队员 开始了隐居生活 从此世皇和女队员 过上了无法描述的 快乐生活群聚中 好了 今天点头又结束了 记得评论 点赞收藏 关注大方电影 我们下期再见